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线旁边就多了一个火字 你找一把线去撥火 越撥就越旺 所以这个线作为一个动词 就是将那些本来已经是可能发生了的矛盾 你更加要去撥旺它 挑起它使它更加好像火烧得越来越旺 所以就有所谓煽动 煽情 煽惑呢 你可以说是煽动加上誘惑 即是你煽起人家的感情 激起人家的感情 然后你誘使人家做某些东西 这样为之 煽惑 英文叫Incite 煽惑 这个字 古字是这样写的 企人边 说文解字 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的 企人边 一个线 就是解这个撥火的意思 当然我们今天就 左字边看上来更加直接 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线字 其实古字这两个字是通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本来就这样这个字 都是有一个撥火的意思 但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看它从户字步 大家知道这个户是一个象形字 门的意思 这个是门来的 这个是门来的 这个门来的 这个门其实是两个户字 加上 那说文解字就说 这个线 飞也 这个飞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门的意思 所以就是 打开心飞 这个是一个坦白来说话 打开心飞 就像把心里面的门打开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又说 比如一本书 开头的一页叫飞叶 就是好像门那样的意思 好了 那去到这个线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它跟这个飞是一样呢 这个鱼 其实就是 雀仔那对翼 如果你要想想 两线门打开 就好像对翼那样 那这个线呢 再解一道门 如果你说门就是整个 入口的门的话 那每一块门板 就叫做线了 那门板 大家知道 它是开开山山 是可以转的 转的时候 当然也会推动 空气流动 就变得有风 那跟我们潑线的线 其实是一样的原理 于是呢 也都拿来做 我们潑线的线了 所以作为名词 它就由一个门板 就演变成我们的善 我们潑的善 作为动词呢 也是解释 潑行的东西 潑火的意思 于是呢 就有现代的这个名词 就是所谓善惑 或者善动善情 善意呢 就是这样来的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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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因为匀 中文字幕开灵